欢迎收看最在地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周文轩 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栽药 深坑士堡文化节将于7月23号热闹登场 欢庆10周年10公斤士堡大面包首度亮相 石门区公所举办石门接待日活动 邀请在地达人带领游客一探施房景点 并且体验在地手作和美食 巴黎区一家景观餐厅 这种文蛋佑惨记举办优待彩绘比赛 第一名可以获得奖金礼券 还有15箱的文蛋佑 新北市卫生局邀请辖内市大操商 共同宣示拒卖烟品给未满18岁的青少年朋友 而今天的想念之位单元 要来跟观众朋友介绍的是印尼版的麻油机 究竟之位如何呢 待会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深坑士堡文化节 为了要欢庆10周年的到来 今年特别的扩大办理 除了从7月18号起连续三天 有在地限定的微旅行 将要带领民众来体验摇烤面包 还有挖竹笋的乐趣 而另外主要的活动将于7月23号正式登场 当天不但有各式各样的舞台表演 还有免费的美食可以品尝之外 还有10公斤的饰宝大面包 可是首度亮相哦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一起来共襄盛举 以深坑地方特产为主题的 四宝文化节迈入第10年咯 今年去公所进行规划 从7月18号起连续三天 规划了在地限定的微旅行 除了与全国唯一拥有 白窑柴烧面包的半山农庄合作 让民众可以亲自动手体验摇烤乐趣 另外还安排了挖竹笋行程 要用丰富的在地文化 欢庆四宝文化节十周年的到来 半山农庄有全台唯一的白窑 所以它烤出来的面包 甚至连五宝春都来过 所以相当的特别 我们跟它合作来做四宝的面包 另外我们有挖竹笋的体验 会有三个提示三天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体验 深坑四宝文化节主活动 则将在7月23号下午3点 在儿童游戏场热闹登场 当天不但有各项精彩舞台表演 与四宝美食品尝及DIY之外 更结合了行动玩具车 带来各式各样的玩具 要让小朋友玩翻天 而另一项重头戏就是 十公斤的四宝大面包首度亮相 做了一个十公斤大的那种四宝面包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这么大的一个面包相当的难得 所以很特别值得大家一起来观赏 我们非常特别十周年的四宝文化节 深坑区长周建平表示 许多人对深坑的第一印象就是豆腐 但其实包括了绿竹笋 茶叶与黑猪肉 都是深坑引以为傲的在地特产 而这四宝融合了在一起 更创造出许多美味料理 深坑以豆腐闻名 现在更以四宝行销在地观光与农产 迈入十周年的深坑四宝文化节 即将在7月23号登场 欢迎民众一同来感受深坑多元的 在地美食与人文风情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深坑采访报道 而石门驱工所从即日起到9月份 举办石门接待日达人带路活动 结合了在地的特色 规划了许多深度旅游的行程 像是可以自己动手挖地瓜 做地瓜园 或者是到有机农园来献采 现吃等活动 而且还会带领民众一探石门的 施房景点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上网查询并且报名 在此提醒您 名额有限 额满为止 新鲜的有机蔬菜摆满桌 还有鲜翠的小黄瓜可以现采现吃 想要来一趟不一样的深度旅游吗 石门驱工所从即日起到9月份期间 推出了石门接待日达人带路活动 规划了5T次各具特色的旅游行程 要带领民众一探石门私房景点 体验石门的多远风情 金城花海的散化区 还有包括轰摇的生态型 另外还有我们石门秘境 这个深度的二日旅游 还有我们茶厢的探索之旅 所以这个整个活动是非常有趣的 也可以说是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 不但有兼具的资讯 也兼具的感性 石门驱工所表示 像是在轰摇生态型当中 民众不但可以亲自动手挖地瓜 还能够自己做地瓜园 藉由实际体验 更能够真正深入当地 而每一个旅游T次名额有限 且每人只要699元 相当物超所值 每一个T次大概只有40个人 那每一个人单人的汇用是699块 那绝对是物超所值 因为它包含了这个交通汇 用餐还有包括DIY的体验保险等等 在记者会上 石门当地的各方达人也都一同现身站台 而他们也将在这次的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地达人将会为游客进行导览解说 要将石门最真心最美丽的一面展现出来 要让每一位参加活动的民众 都对石门留下深刻印象 而在巴黎区有一家景观餐厅 而为了要倡导拒绝农药爱护地球的观念 连续12年都举办了幼带彩绘比赛 让民众来到餐厅可以享受在纯白的幼带上画画的乐趣 同时也能够亲手体验套袋的趣味 而餐厅业者也很霸气地祭出优胜的奖品 第一名的除了有奖金礼券之外 还能够将15箱的文旦佑搬回家 一进餐厅还没用餐就先拿起了蜡笔画画 这是巴黎一家景观餐厅 每到文旦佑结果期间 就会举办幼带彩绘比赛 利用幼带白色的纸面当作画纸 让顾客等餐点时不无聊 还能够发挥创意尽情挥洒 而且业者大手笔寄出了第一名 就有15箱文旦佑以及礼券 让每年的比赛活动都相当踊跃 白色就像一张画纸一样 就在让小朋友在上面画画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举办柚子的画画比赛 第一名的话有15箱柚子跟礼券800块 我们有份儿童组跟成人组 欢迎大人跟小孩 平日假日都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画画比赛 由于今年年初寒流来袭 巴黎山区同样出现降雪 因此对于柚子的产量恐怕造成影响 餐厅业者闫志玲就表示 园区内的柚子除了产量略减 生长期也延后近两周左右 所以今年想要吃到文旦柚 必须要等到9月中旬 过年那一阵子有下雪 所以影响到我们本身桃乐式森林的柚子 就是比较小 就是它的成长比较慢了一点 然后所以呢可能就是 以往都是9月1号就可以采收 可是今年可能会延后 可能到9月大概10号预估 左右才可能会成熟比较好吃 又带彩绘比赛的主题不限 民众可以选择在餐厅画好直接交件 或者是带回家后慢慢画 只要在7月31号截止日期前 将作品交回就可以 比赛分为成人和幼童组 幼童组会选出5名加作 而成人组则会有前5名和加作10名 除了第一名有15箱的柚子 其他名次也都能够获得一箱以上的柚子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为了避免青少年能轻易的取得烟品 新北市卫生局就联合辖内的十大超商 共同宣示拒卖烟品给未满18岁的青少年朋友们 并且印制要求出持身份辨别的海报 协助店家能够在第一线把关 同时期盼借由宣导来强化未成年朋友 远离烟害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 为了让青少年远离烟害 新北市卫生局、邀级、教育局、警察局、社会局、金发局 以及四大超商代表 一同宣示拒卖烟品给未满18岁的青少年朋友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表示 透过第一线店面的把关 将可以有效减少青少年取得烟品的机会 同时也希望让拒烟的正面衣广为宣传 唯有从第一线的工作同仁都有这样子的意识 才能够真正达到青少年不会吸烟的第一个房子的第一步 那当然还要透过我们教育单位、警察单位 还有社工大家一起来努力 希望我们的这个国民健康能够提升 同时青少年也能够学到这个拒烟的正面的意义 宣导跟我们茶系这两个是双头并重的 那茶货之后当然我们就是一到三万元 那我们会确实也非常彻底的来贯彻这个政策 我们希望在新北市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它会变成我们大家普遍生活上的一个知能 新北市卫生局表示 这次的宣示意义除了积极要求业者要彻底执行 勾烟者必须出示证明之外 也印制了海报协助店家遏止青少年投机购买烟品的机会 并且呼吁业者强化员工教育训练 希望在层层把关下阻绝青少年取得烟品的管道 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标示 这中间也把法源的一些文具 也让这个店家都能够随时呈现给我们预购烟的民众 那我想用这样来落实不只是宣导 还有我们执行的部分 内部其实也会成立一个集合的一个小组 那去进行不定期的一个门市的一个查访 那为了就是确保我们的门市有确实的执行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子层层的一个把关呢 就是去降低青少年的一个吸烟率 新北市卫生局指出从103年到105年5月 查获违规贩卖烟品的店家有254件 稽查绩效是全国之冠 期盼在四大超商宣誓之下 各大通路都能够纷纷响应 一起营造新北市青少年无烟健康的环境 记者杨邦友 赵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先让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过后是想念的职位单元 我们马上回来 HBO电影套餐 豪华电影套餐 运动套餐 三合一全享餐 HD99用户独享价 每月只要49元 数洽2917 3939 他如果比他大的轮胎 看来好心酸 我是不是真的有被窃过了 就不知道怎么能够歧视我 喝起来吃甜言 怎么办呢 你的头部 头部 我救护肠 我的头部 他要放来 好 我推他 一般的妈妈生完小孩子之后 都需要坐月子 而在坐月子的时候 最常吃麻油鸡来补补身体了 这样的习俗可不只是在台湾才有哦 今天的想念滋味单元 就要来跟观众朋友介绍印尼版的麻油鸡 并且还是有两位电视主播来为观众朋友一起做示范哦 让我们一起去调一调 哈喽大家好 我是想念滋味特派员三立的主播黄诗婷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星期六一零零整件新闻 我是黄诗婷 你一定有看过主播播新闻 但是你有看过主播下足吗 今天想念的滋味特派员是三立的主播黄诗婷 而她要来学习料理的对象 也是一位曾经在移民署新闻网播报新闻的主播黄诗婷 今天我也要找寻一位主播 她是美食达人 诗婷 哈喽 你今天带我要去吃什么好料 我们要煮两道菜 对 那现在我们要先去 去市场 OK 走 今天担任想念的滋味主厨的 就是来自印尼的华侨 叫卉卉 卉卉来台湾已经14个年头了 目前结了婚也育有一子一女 究竟今天她会带给我们什么印尼料理呢 诗婷 诗婷 我们来这一家买 哦 这一家 对 OK 那 老本娘 你好 我今天要买那个土鸡 有 你可以有土鸡吗 有 那好 我要买那个鸡腿的部分哦 有 一定要买土鸡吗 买别种鸡可以吗 因为我们偏想都是有土鸡比较多 因为土鸡比较比较好吃 比较比较好吃 对 我们的卉卉之所以要买鸡肉 就是因为她要做的菜是 印尼麻油鸡 再搭配上印尼的家常点心 印尼麻糬 一咸一甜的搭配 让人光是用想的 就肚子饿了 哇 鸡肉买回来了 卉卉这要做什么 我们今天要做 印尼的鸡酒叫 打腔麻 打腔麻 对 好标准哦 打腔麻 对 哇 我好期待哦 快快快快快 那我们先下鸡肉咯 不用加油 直接放 对 因为这里面还有水分 哦 哇 用小火 打腔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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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标准哦 哈哈哈哈 好 这个要炒到怎么样 没有 炒到水分有点干 哦 然后因为那个鸡肉里面它有那个油脂 我们就把那个油脂逼出来 所以我们都不加油了 那我可以炒炒看吗 可以 来 这应该不用什么技术啦 不用 就是一直翻吗 对 然后让它水分收干 那印尼什么时候会吃这种麻油鸡啊 印尼的那个客家人啊 做夜市的时候就是会煮这道菜 嗯 一定会煮这道菜给那个 做夜市的 那个妇女吃 对 没有做夜市也可以吃吗 没有做夜市啊对 你就要来夜市的时候也可以吃这道菜 哦 可以 那男生可以吃吗 男生也可以 哈哈哈哈 再把鸡肉都炒熟之后 就要倒入米酒均匀搅拌 现场的香味到底有多香 你看我们市庭主播手舞足道的程度 就可以了解啦 哇有香味了 香味吼 然后炒到有点熟了 然后我们再加这个我们印尼的独特香料 要登场了 黑黑的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嘎腔吗 就是这道菜的名字 对 嘎腔吗 嗯 可是茶叶哦 茶叶 是茶叶的味道 可是它不是茶叶呢 它不是茶叶啊 对啊 它是印尼的特制的那个客家的香料 台湾的麻油鸡再加上茶叶的香料 哇 很令人期待 很令人期待 对 然后来我们来加 这个不要加太多 因为这个会苦 会苦啊 对 炒太久会苦吗 不是加太多 会苦 对你要看颜色 哇 对 很难想像 很难想像 因为这个在印尼啊 都是客家 因为你才会吃到这道菜 那你来台湾第一次吃到台湾的麻油鸡的时候 你感觉 嗯 有点不太习惯 对啊 因为我平常我妈妈就是煮这道菜给我吃啊 你会不会很想自己再加这个绿绿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 OK 然后炒到这个香料已经很香了 然后我们香放下去 哦 这时候才放下 那这个给你放啊 哦 对我来炒你来放好不好 哦好 诶其实我不会做菜耶 那我用倒的可以吗 好可以啊可以啊 对就是全部倒下去 哇 你不会做菜可是我看你还不错嘛 哦我很会讲啦 只会讲不会做 诗婷主播跟我们都算是同路人 就是只会讲不会做啦 当肌肉跟绿色的卡腔麻 彼此进行完美的结合时 接着下来只要再次淋上香气四溢的米酒 并且放进电锅中焖煮半个小时 这道印尼麻油机就完成了哦 在等待卡腔麻完成的时间里 时亭主播则是要把握时间 跟卉卉一起做印尼的麻糬 哈哈哈哈 知道我要做什么吗 要动手术了对不对 卉卉是要动手术吗 不是耶 不是你也打好了 对啊 我们现在要做印尼的麻糬 麻糬 对 怎么看不出来麻糬在哪里 麻糬因为我们还没做啊 现在我们要叫你做 啊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椰子粉 嗯 诶好香哦 那这是什么 然后这个是印尼的黑糖 它跟台湾的黑糖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是麻糬做好 直接蘸这个吃吗 还是这个要做在一起 我们这个两个要混在一起 拿去蒸 拿去蒸 对 那麻糬呢 诗听主播 印尼麻糬 当然是要你等等亲手做啊 但是你别急嘛 你先帮卉卉姐 把椰子粉跟黑糖均匀混合 这才是做印尼麻糬的第一步 加多少 我们加进去了 好豪迈哦 对好豪迈哦 来 因为我们要先不加下气 因为我们已经 对 那我们要搅拌 搅拌 对 其实是我妈说是说 用手会比较快 哦那就用手啊 对对我们去用手吧 是这样乱捏吗 对对对 捏捏让它那个椰子粉 跟那个黑糖混在一起 那你小时候会帮妈妈吗 妈妈在厨房做的时候 你会帮她吗 长大以后啦 长大以后 对小时候是没有 因为长大以后想说 想念妈妈的味道 就可以自己煮 那以前小时候 没有这个观念嘛 就是固着弯 对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吗 对 为什么要蒸啊 让它那个什么 那个黑糖开颗粒嘛 融化 融化 然后这个椰姜粉都还没熟 这个还要再蒸 可以试试看吗 可以啊 试试看 迫不及待 这样感觉 嗯 你蒸一下好了 对一下 那我们去蒸咯 好 就在惠惠姐 把椰子粉跟黑糖 拿去蒸的时候 我们师庭主播表示 她要正式 开始大展身手咯 前面她都没有太出力帮忙 其实就是要刻意把全部的体力 都留在她擅长的揉马鸡时使用 试霆表示 她揉的马鸡 一定会让惠惠姐吓一跳 惠惠我捏好了 这样可以吗 还不错吧 这样好像不是很漂亮 不漂亮吗 对啊 不很漂亮 她那个样 那你来 你来 你来 你会赢我吗 我觉得会赢你哦 我们在这里 这两个 没错啦 那我们把它捏成这样 好 所以到底印尼正版捏法要捏成什么样呢 来咯来咯 我们是要用这个 用这个 对 那慢慢的这样 温柔的 温柔的 对 再把它捏一捏 再压一压 就是这样 摄影师哪个比较好 嘿嘿嘿嘿嘿 好啦 会会的比较好 其实抹鸡不论是什么形状 都没有问题 只要不要太薄就可以 如果你家里有小孩 还可以亲子同乐 一起揉哦 麻吉揉好之后 就要放入水里煮 当麻吉浮起来 就表示熟咯 接着下来 只要把麻吉 跟蒸好的椰子黑糖 均匀搅拌 这道印尼麻吉 也就完成咯 请接着 让我们来看看 波贝亚提供哪些地方上的 活动讯息 大新店宽评 超级数位家庭方案 现在申办三重送 送你泰国曼谷来回 机票优惠圈一张 再送你惠尔普 谁能善 还有SMOD看片金双倍送 上千部电影戏剧随选随看 活动详情请假2917 3939 大新店数位录影机球赛必备神器 每场赛事预约录 再也不用熬夜看球赛 得分瞬间还可以暂停重播 精彩重复看 现在申办粘角就送 相应运动型不锈钢保冷瓶 身装专线2917 3939 为了减少时假登陆预期申报 而受罚情形发声 自7月1日起 新增预申报服管道 民众可在买卖登记案件送件前 先于申报系统上 预申报不动产成交资讯 再列印预申报书 与登记案件 一并送至地震事务所 于登记完毕后 确认是否完成申报即可 卫生局提醒 样虫病会出现持续性高烧 头痛 淋巴结 肿大等症状 约发烧一周后 皮肤出现红色斑状丘疹 死亡率高达60% 即时治疗则可小于15% 每年的6-7月是高峰期 暑假来临 民众至郊外踏青时 请穿浅色长袖衣裤 皮肤裸露处 涂抹经卫腹部 何可的防蚊药剂 新北市卫生局提醒 感染肠病毒幼童 如出现持续发烧 试睡 意识不清 手脚无力 肌抽药 呼吸急促或是心调加快 等任意重症前兆时 请务必立即送至台北瓷剂 行政更新等 新北市7家 肠病毒重症责任医院治疗 相关资讯可上 卫生局网站查询 以上更多的新闻内容 民众都可以前往大星店 有线电视的官网 或者是脸书粉丝团上 查询点阅 欢迎民众 可以多加的利用 我是周文轩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员